这只野兽正望着玫瑰花发呆 然而这时玫瑰花瓣又掉落了一片 原来这个城堡里的所有家具都是人类 而野兽则是个高的王子 在多年前的一天 王子正在城堡里举行着盛大的舞会 屋内热闹非凡 屋外雷雨交加 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太太闯入了城堡 祈求王子能让她在这里避雨 作为报答 她送给了王子一朵玫瑰 可王子不仅嘲讽老太太的长相 还嫌弃的把玫瑰丢在了地上 老太太告诫王子不要以貌取人 可王子还是铁了心要赶走她 谁知夏丽苗 老太太的身体突然发出刺眼的光芒 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女巫 王子看到后立马跪地求饶 但已经为时已晚 女巫师法把王子变成了丑陋的野兽 其他仆人也在街难逃 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家具 整座城堡还被施加了诅咒 将永远笼罩在黑暗之中 而解除魔咒唯一的方法 就是在这朵玫瑰彻底凋零前 让一个女人爱上野兽 否则野兽再也变不回人类 而那些仆人也将永远变成家具 转眼间几年过去了 玫瑰上的花瓣越来越少 而野兽却连一个人眼都没有见到 就在野兽绝望之时 一个老人闯进了城堡 他本想摘一朵玫瑰送给女儿 就不料被野兽当成小偷抓了起来 受将的玫瑰一路跑回了家 看到只有玫瑰回来 贝尔顿时意识到 父亲可能发生了意外 于是他骑上玫瑰又返回了城堡 贝尔刚推开大门 就听到了父亲的咳嗽声 贝尔循着声音 很快找到了被囚禁的父亲 然而这时 旁边传来了野兽的嘶吼声 贝尔拿起烛台上前查看 看到野兽的真容后 贝尔愣在了原地 虽然内心很是害怕 但贝尔还是跟野兽提了个条件 那就是把自己关起来 以此换取父亲的自由 野兽同意了 他把父亲带出了城堡 野兽刚走不久 刚才的烛台就把贝尔放了出来 并把他带到了一个华丽的房间 房间里的所有家具都高兴坏了 他们把破解诅咒的希望 全部寄托在了贝尔身上 为了让两人早点擦出爱情的补法 家具们还怂恿野兽 邀请贝尔共进晚餐 可偏偏这时 野兽的直男癌发作 一切都被他搞砸了 到了午夜 贝尔本想偷偷逃走 反不了去迷了路 这时一朵冰封的玫瑰 引起了他的注意 女孩看到一朵被冰封的玫瑰 刚想伸手触摸一下 这身野兽突然跳了出来 野兽看起来十分生气 贝尔吓得赶紧跑出了城堡 他骑着马儿一路狂奔 可这时身后却出现了一群恶狼 头狼一个飞扑将贝尔逼下了马背 贝尔很快被狼群包围 立即关头野兽及时出现 救下了贝尔 为了保护贝尔 野兽跟狼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他拼尽全力吓退了狼群 但自己也身负重伤 倒立不起 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贝尔还是将野兽带回了城堡 争吵归争吵 当看到野兽身上的伤痕 贝尔难免还是有些心疼 接下来的日子更是无微不至地关照他 有时候贝尔还会讲一些童话故事 跟野兽听完总会翻个白眼 再发表一些独特的见解 交谈中野兽才得知原来贝尔喜欢读书 于是野兽便把他带到自己的书房 看到满屋子的书籍 贝尔激动不已 原来在那个愚昧的年代 女孩子是不允许读书的 经过这件事情 两人之间的感情 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此后两人每天一起吃饭 看着野兽狼吞虎咽的样子 贝尔还是会忍不住笑出声 两人还会边散步边读书 一起欣赏湖边的美景 等下雪时 两人还会玩打雪仗 为了铜破这层窗户纸 家具们给两人准备了一场舞会 野兽也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 家具们一翻收手 一个帅气的野兽诞生了 此时贝尔也换上了一袭长裙 两人四目相对 心中的爱意早已无法隐藏 美女搭着野兽的手臂 还魂走下了楼梯 野兽声势地接过美女的双手 伴随着音乐的响起 两人深情共舞 他们四目相对 眼中写满了爱意 等舞蹈结束 贝尔突然很想念父亲 于是野兽掏出了一面魔镜 贝尔喊出父亲的名字 结果却看到父亲正被人殴打 原来父亲回到家后 就把贝尔被野兽抓下来的事情 告诉了村民 可村民们非但不信 还以精神问题把他父亲抓了起来 野兽知道贝尔十分着急 于是没有阻拦 任由他离开了城堡 但看着逐渐凋零的玫瑰 野兽也不清楚 贝尔是否还会回来 但为了心爱之人 他并不后悔 那边贝尔回到了村庄 他拿出魔镜证明父亲说的没有错 看着里面的野兽 村民们吓得连连后退 这时暗恋他的村霸 却以黑魔法为由 蛊惑村民们一起去城堡杀掉野兽 贝尔吉利劝说 野兽很善良 并不会伤害他们 但村民们根本听不进去 还把贝尔也关了起来 所有村民们 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城堡 野兽看到贝尔没有回来 而是来了一群入侵者 这下彻底死心了 家居们为了保护城堡 进入了战备状态 随着大门被撞开 一场人类大战家居的战争 一触激发 钢琴变成了机关枪 衣架变成了拳击手 家居们开始各显神通 很快人类被打得一败涂地 另一边 贝尔的父亲成功撬开门锁 让贝尔逃了出去 与此同时 村霸找到了野兽 他谎称是贝尔派自己来的 野兽顿时心灰意冷 也不再做任何的反抗 村霸趁机抠动扳击 野兽重重地摔下了城堡 就在这时 贝尔终于赶到 野兽听到呼喊 拼命地用手抓住瓦片 村霸奸壮还想要突袭野兽 但哪里是他的对手 野兽单手把他举起 掉在半空 虽然野兽面貌丑陋 但善良的他还是选择放过村霸 然而就在两人即将团聚时 村霸突然放了一枪 打中了野兽的要害 但村霸坏事做绝 总要遭到暴影 脚底的桥梁突然崩塌 村霸直接从高空摔向了地面 贝尔望着奄奄一息的野兽 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随着最后一片花瓣掉落 野兽停止了呼吸 城堡里的家具 也开始慢慢失去生命 也就在这时 贝尔终于说出了那句话 然而这时奇迹发生了 野兽被无数玫瑰花瓣脱起 他身上的毛发开始逐渐褪去 最终变回了那个英俊的王子 贝尔看着面前陌生的男人 他又惊又喜 然而四目相对 狠狠吻向了彼此 此时诅咒也开始慢慢解除 城堡不再被黑暗所笼罩 而家具们也变成了人类 闹钟变成了管家 插腕插壶变成了一对母子 板凳变成了狗子 两衣件变成了仆人 城堡里的一切 都变回了曾经的模样 真爱是两个人的互补 其实每个人都不完美 但只要对彼此足够真诚善良 都值得被对方所爱 好